科赫姆,德语,库康姆,又一高秦,是一个位于莱伊兰普凡尔茨的德国小镇。 它位于摩泽尔河畔,是科赫姆采尔县的首府,整个镇被葡萄园包围,是一个产酒名镇。 悠久的历史,不仅为科赫姆及其周边地区,留下了宝贵的建筑遗产,还留下了许多关于民俗和葡萄酒的传统。 距离科赫姆18公里的森海姆,有一个葡萄酒博物馆,是一个以葡萄酒为主题的,最大的私人收藏馆之一,拥有一万多件食物陈列品。 这座已有30多年历史的藏馆,就是在1923年建造的葡萄酒园宴会厅里。 这个博物馆是全世界在葡萄酒领域最大的收藏博物馆。 有着千年历史的赖西斯堡,是科赫姆的标志,高高地耸立在城市之上。 1689年5月19日,路易十四的军队,以纵火的方法,撇毁了科赫姆城堡。 从1868年到1877年,一位私人业主,在遗址上重建了一座新哥特式风格的城堡,即如今我们所见到的赖西斯堡。 自1978年起,这座城堡属于了科赫姆的所有居民。